今天接着前两年分享的一个话题 我是如何亏掉100万英镑 上一讲已经亏掉了15万了 今天讲亏掉50万 那些对我熟悉的朋友可能大家都清楚 就是我们在唐人街有两个餐饮的投资 两个餐饮的企业 疫情期间都关闭了 但是就像我原来强调的一点 餐饮关闭 生意不好 亏损 一定不是市场的问题 因为唐人街那么多家电 还有赚钱的 疫情期间做外卖也有赚钱 为什么我就亏损 为什么我就要关店 一切的原因都是自身的原因 我自我检讨五年亏掉50万英镑的原因是什么 是由于人 是由于我作为主要的投资人 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力 在这个餐饮企业上 导致了无论是内部的管理 还是外部的推广 以及客户的服务和联络 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重大的问题 特别是餐饮 如果大家做过餐饮大家会清楚 餐饮行业里面讲究的就是一个精细化管理 就像切肉一样 一刀切下去 切多宽多厚 它都是有说法 包一颗白菜 你是把整个坏的这个叶片 全部包掉呢 还是指包掉坏的这一部分 就直接影响到你的成本和直接你的效益 从这个事情上 我总结了几个规律 第一 不要去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不要去碰自己不熟悉的行业 出问题的概率是大概率 亏钱的概率是大概率 第二 任何事情 任何行业 其实到最后都需要靠人 在这种投资的情况下呢 一定对这个人 对这个团队要有足够的支持 要有足够的信心 这个团队要有足够的能力 来完成相应的这种机制 第三 一定要利益捆绑结合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我认为这个店没有做好 是在利益分配上也是出现了问题 就是投资者和运营者之间的 这种利益关系没有分配好 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只要开着门 只要赢了业 只要有钱收 亏不亏钱 赚不赚钱 跟我没关系 第四点 餐饮行业 不是我能碰的 也不是我擅长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 还是需要找到哪些专业的 懂的 熟悉的 特别是最后一点 热爱的 你要爱这个行业 才能把这个行业做好 如果完全冲着钱去 说实话 是很难把一个事情做好的 无论是餐饮行业 还是我们从事的这种移民法律行业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分享 就是在英国做餐饮 有赚钱的 有亏钱的 赚钱是大概率 亏钱是小概率 但是被我遇到了亏钱的小概率 是因为我在这个项目本身 没有投入太多的时间 太多的精力 太高估自己的这种投资能力 和市场营销能力 所以说从这个事情上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 就是不再碰餐饮 不再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亏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是由于我自身的错误 产生了这种损失 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教训 同时呢 也希望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做餐饮 一定要注意一点 位置好 成本低 并不是决定餐饮行业 能不能赚钱的关键因素 决定餐饮行业能不能赚钱的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人 其实所有行业都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赚钱的 有亏钱的 但是我是没有这个餐饮行业这个命 所以说我餐饮行业是失败的 如果让我再做餐饮 我想我会考虑另外一种方式 比如说作为一个小股东 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做做推广 介绍介绍客人 做的营销 但是股份一定不能超过20% 只有在人或者管理团队的利益 得到足够保障的情况下 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成功 或者说才有可能赚钱 如果说只想出钱不出力 做餐饮 除非你做连锁 要不然赚钱的机会是不大的 这个作为一个参考 一个失败的一个案例 分享给大家 同时如果大家有兴趣 在唐人街 伦敦唐人街做餐饮的话 可以过来找我聊一聊 我那个店现在还空哪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合作方式 可以进行探讨 前提是你有足够的热情 你有足够的动力 你有赚钱的欲望 这个店本身成本很低 而且位置很好 如果你有足够的动力 有足够的信心来做这个事情 赚钱我觉得不是问题 只是赚多赚少而已 好 再次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分享 谢谢 欢迎关注我们的油管频道 英文大叔 带给你英国二十年的生活 法律各个方面的知识分享 英文大叔 你值得拥有